这个朋友就想问883 是的 他说他没有货的 他说想回来收息 他说请问买入价应该是多少 他连同想问中银3988 就是中国银行 他说有少量的货 就是两个八毫七的 他说内房问题困扰之下 是否应该减持中行呢 麻烦了 回答883先吧 好啊 883什么时候买 我觉得你问我 其实随时都可以买的了 就是你当收息 很简单 你当收息的话 你就先买一注 因为我想你为什么一直都不出手 就是觉得他没跌够 但是有时883这些 他都很难突然再插得很深 一来油价就非常硬正 二来他保证了排息 一跌下来 那些钱就会买的了 所以变成他好像跌不下 我又会觉得 当然你现在冲上去还买不买呢 你不如再等下 看看没机会下10元边的时候才买 我觉得 如果你作为收息的 慢慢慢慢买 就是这样我就觉得OK 你说至于3988的 2.8元买 你又要问你自己 你究竟2.8元买是什么原因 你打算收息 还是说我打算短炒 我想刚才说了 短炒来后就完全觉得不好 你说收息10厘是吸引的 你又要想多一件事 就是说经常说内房有什么问题 就是内人是否要让利 包底 变成了这么多坏的情景下 他们的派息是否可以维持到呢 我想这个也要想的 所以你问我买来收息的话 我就一律建议两只 就是一只叫941 一只叫883 就是我觉得买来收息的话 李先生我两只都是好仓拿着 就是我会觉得 相对来说 他们的政策风险是低一点 所以如果你说买来收息的 我都会选中海游和蔗中二棟 出光 Dios Dios Dios